我是凡金林,九五后,这是我记录的养老院之城 我经营了四家养老机构,在这里我不只是院长,也是奶奶们的好闺蜜 我的第五家打算做一个免费出的养老院 当初想开这个免费出的养老院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老人,他有六个子女 他们是轮车上过老人,老人有一张就是公司卡,谁招的话谁就拿着 有一个儿子是他每年把老人送过来两个月,老人住住之后 其他子女因为家里条件不太好,就把老人借回家自己照顾 老人就总是打电话哭了过来说,要不然你让我回去吧 你坐点茶也行啊,我说你给我便宜点,我就想回去住 我当时听了心里就特别人受 我就说我一定要建一个让老人住住免费的一个养老院 我把他的俗称叫做保护养老院 就是我们这儿老年人可以免费住住 但是他们也要陪我去拍摄一些宣传类的公寓类的一个视频 我拿这些视频,它可能会有一些流量的破例 我把这些相对应的一个利润投入到养老院 就让老年人得到一个免费住住的一个体验 我们羊老院虽然只有七十多个老人 但是我们的粉丝有二百多万 我们是国内羊老行业唯一一个百万其他账号 今天打发已经,应电已经施工完成了 现在因为疫情通通,我们的转状现在时时还没有启动 等疫情解锁之后我们就立法开心 这个房间就是我们的老年人边境室 因为我们调查过 发现很多老年人对年轻人玩的游戏特别感兴趣 所以我就想老年人为什么不能年轻人一样一起玩游戏呢 所以说这个房间以后会摆食材电脑 一个投影仪还有一个水拔 让老年人在这里可以更加快乐地学习年轻人的边境 未来我想把养老院做成年轻人就像不住的一个养老院 养老院不应该是木齐沉沉的 而是应该和老闺蜜们一起说说笑笑 打算一团才是养老院真正的养老院 怎样 闭就像 蜜蜜 ел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